其實當初做的就是因為 我兒子很愛吃紅菇棍 喔 對 那因為其實我老家在 萬華這邊 它是一間80年的老店 我是第四代 所以我想要把 傳統的東西保留下來 那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你會覺得它有一個新的生命 就像我們的年輕人 都可以去接受 超可愛喔 它的尺寸真的就是馬卡龍耶 它其實是最近才剛上的產品 紅菇棍不就是紅的 怎麼還會有這麼多顏色 像你手上的顏色啊 以前的人是用 紅色的食用色素 對 但是我是用紅菇米 是宜蘭當地的紅菇米喔 那這個是用南瓜去做的 金龜果 就帶柴 我可不可以吃吃看你們 現在有沒有最特別的口味 或者是你覺得現在最結合 很新潮的東西 我可以吃吃看嗎 它的冰淇淋是用芝麻跟麵茶 做的主體的冰淇淋 加上兩顆布朗尼巧克力的紅菇 紅菇還有布朗尼口味 這是混水兒呢 對 因為我希望把中式跟西式擺在一起 讓他們真的是 蹦出一個新滋味 哇 好漂亮喔 你這個就是剛剛 你說的那個馬卡龍紅菇粿嘛 吃吃看我們的這個 這個一定要冷熱 這個有點像冷熱冰 你好好吃看看 好 抹茶的外皮 有沒有很Q 而且你很誇張耶 你外面的皮是冰冰QQ 我裡面的巧克力 布朗尼是熱的耶 對啊 冰火五重天喔 對 因為像米製品的東西 它遇到冰的話 它其實會慢慢的變Q變硬 所以當你的冰 然後當我們的從裡面拿出來放進去 你會吃到有點熱冰的感覺 對 東西呢不是我做好了 成功了就在那 我們依舊在不停在調整它的品質 跟它的屬性 讓它更進步 就是他沒有看清自己的過去 然後他也很勇敢的去創新 然後並且能夠讓他的爸爸媽媽 你看從年輕就做貴的那種 非常傳統的老師傅那一派 去接受他的新的想法 那個中間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心血 所以我覺得 昂骨粿對他來說 就像是一棵樹 他慢慢的就是從小這樣子發芽 然後慢慢長大之後 然後他繼續加入他新的想法 然後開枝散葉 希望把它的昂骨粿變成一棵大樹 讓更多人可以看見 然後有更多不可能 或者是可能的事情發生 我覺得很浪漫 啊 這是我剛剛做的那一棵嗎 對 我剛剛有特別幫妳記著 妳看妳第一次 它沒有破掉耶 我真的有吃張米粉的Q勁耶 有沒有 咬勁跟Q勁 然後鴨翔的味道 為什麼鴨翔可以這麼乾 就是它不是那種水水爛爛 它是 它是很香 很真的 那種 消 也不是焦香 給它們三個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哇 每一個人都扮得很好的角色耶 因為啊 它在蒸的時候 因為米粉它會吸收它鴨翔 鴨子裡面的水分 你知道會這種 如果你碰到越多的水下去蒸 它會越來越爛 滑滑滑 對 我們希望大家回去複蒸的時候 跟妳現場一樣好吃 妳的名稱叫小石八 對 那它的諧音叫做小時光 因為我希望妳在吃了這個的時候 會帶妳回到妳的小時候 小時光的時候 因為阿公阿嬤 或是爸爸媽媽的那個年代 就是一起掉入這個回憶裡面 我覺得他們就是神雕俠侶 然後 但是玉紅是楊過 然後他老公是小龍女 因為玉紅很衝啊 他很直線的一個人 他想做的事情就很有衝勁 然後很要求 然後也很單純的相信 很多事情他只要努力付出 一定會有成功的一天 就是一個好勝心很強的人 但是呢 感覺他先生就是一個 很像水一樣在包容他 適時都會拉住他 然後在後面默默的支持他這樣子 所以他們這樣子 有一點點像一動一鏡 然後又好像兩個人在一個 很有樂趣的一個合作方式裡面 做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我們把原本傳統的紅骨粿 我要怎麼樣讓它可以帶出國 或是拜拜的時候是保鮮的 我們做了真空貼體的技術 所以它整個可以把你 整個烏龜的形狀包出來 其實它是有磨在上面的 所以現在呢 其實我在店裡有看到 孫子喔 他會發現這個新的事物很特別 當車門打開 他是牽著阿公阿嬤下來 來買我們的東西 就像我兒子現在很棒 媽媽做出來了 他會來就給阿祖說 阿祖 這是我媽媽做的紅骨粿 給你吃吃看 我覺得他們是手把手的 不管把食物包裹我們的理念 或是把我們的想法 潛下去 而且我覺得它就跟櫃一樣 讓彼此家人是黏在一起 甚至我覺得是把年輕人 跟老人家 黏在一起的一個食物 很有溫度啦